大家好,我是河马富美Martin 今天下午又来到牧场 记不记得上次拍视频的时候 给大家看了这样一个投资房 那是第一次误解 第一次的workthrough 过了一周,建商通知我们说 可以做finalworkthrough 就是最后一次误解 上次误解过程中 发现的小问题都已经修复了 我刚刚和建商的误解人员 一起检查了一下 基本上都ok 然后我也代表买家签了字 那这个房子等买家付完款之后 就可以正式过户拿钥匙了 那今天我带了专业的camera 专业的相机过来 这是一个广角镜头 那我会拍摄整个房子的照片 然后可以上线到加州地产的系统中 那客户就可以申请年租了 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另外一个大炮的镜头 这是我的最爱 这是70到200的一个人像镜头 也是非常不错 好,我把镜头切换过来 给大家看看这套投资房内部的情况 那我们也约了做窗帘的人 在房屋内部做测量 新房交房之后 窗帘是需要自己做的 给大家看一看 好,我把镜头切换过来了 我现在是在这套四房 小毒洞的二楼 还有客厅、餐厅、厨房三二楼 这个倒台非常大 喜欢做料理的女主人应该非常喜欢 上次做屋检的时候 房子还没有全部的完工 我记得上次这个楼梯的地毯 其实还没有做好 可以看一下我上次的视频 今天已经全部好了 然后上次整个屋里面的黄色小贴纸 就墙面上的一些 有一些凹洞啊 或者是颜色不均匀啊 都已经修复了 给大家看看我的装备 这是我的一个相机小包 里面可以装一个微单 加上两个镜头 还有我的工作iPad 好,我们到楼上看看 楼上的座窗帘师傅正在测量 这里采光非常好 采光非常好 楼上是三个房间 一楼是一个房间 二楼是客厅、餐厅、厨房 这是主卧 师傅正好在这边 聊每个窗的长度和高度 并且做好记录 房间做窗帘 河马平台的客户 我们是提供全套服务的 不仅包括购买环节 未来的时间开通 照片、视频拍摄 然后窗帘 甚至花园 相关的一些细节 我们都会安排好 好,给大家稍微看看这个房子 上次视频拍过一次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